面对如此恐怖的机器人 吓得强哥赶紧叫小美先逃命 自己跟小帅留下来拖延时间 不料小美误打误撞走进硫酸区域 如果不小心被一滴硫酸滴在身上 那么身体皮肤就会立马被灼烧 小美赶忙脱下外套 然后喷上强力清洗剂 这才勉强保住了手臂 就在这时小帅也赶过来 可结果转头发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帅 小美顿时一脸懵逼 但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是机器杀手伪装 眼看两人一步步逼近 小美凭着直觉果断开枪射击 面对如此致命的硫酸机器人丝毫不惧 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 虽然机器人有一副钢铁之躯 但最终还是扛不住超强硫酸的侵蚀 然而就在小美换弹夹之际 机器人突然冲出硫酸区杀了果